哈喽大家好啊 我是芷桃老货的老货哥啊 今天呢来到了东明古安大吉啊 今天的这个人呢非常非常多 而且贪味也非常的多啊 咱们抓你看一看 都有什么便宜实惠的老货啊 看看今天都有什么收获吧 看这儿有一个人物的瓶子啊 可惜是残子了啊 这个呢是一个豆青又加白的 就是口残了啊 有点可惜了 东西呢是开门老的 看着这个呢 应该是一个卖老货的摊位啊 围着好多人 一般的卖老货的摊位上呢 围着人会比较多一些 你们看着都有什么好东西呢 也不一定有什么有什么好处啊 就是一般都不 这有一个青花药里面的一个狮子谈 不知道是不是完整 什么价子看着 看着什么 那那后头盘子 有冲线 有几刀冲线 这碎毡的这是 这怎么卖的 这个 哎 师傅 这怎么卖的 600 600哈 嗯 就是品项差点还有橘丁 嗯 600块的也行 买中间的中间的一个画片呗 600块 你看这个摊位上没人 这个摊位呢 基本上就是房品 这几个青花房子是房的 那个鱼盘是民国的 这是房子 房子 那个是房子 那个是房子 前面那三个是房子啊 这个 这几个啊 我看啊 这个也是房子 这个也是房子啊 这个也是房子 你剩下的这个这个年头都不长了 嗯 这个这个冒头呢也是房子 这一根冒头啊 那几个湖 那几个湖是老的 时间不是很长 可以算五六七的吧 这个罐子花的挺细路的 挺好看的啊 就可惜它是残的 有一个大冲线 牡丹画的比较细 啊 就适当女的 发色一般 发色并不是说十分蓝叶 嗯 这个这个罐还不错的 可以当一个标本 嗯 给你种花可以 嗯 任何价格 这多少钱啊 是吧 嗯 五百五 嗯 五百五价格也可以 就只能当一个标本 嗯 五百五 嗯 这个摊位上呢 会有一些老文化 大家看这几个盘子 嗯 这都是老的啊 这几个盘子 除了这个粉彩盘 是新的医院 这个是新的 其他的都是老的 这个别看 别是黄的啊 这都坐上去 嗯 这个盘啊 这是老的 这个也是老的 就是可惜都有磕 有个磕 嗯 这个清华天蓝盘 嗯 有肥皮 只有肥皮 我看到这个小盘 这小盘品价是差了点啊 嗯 看这大鱼盘 这鱼盘啊 鱼盘有充限了 有磕 不充限 个体不小 这鱼挺肥 这都卖了 五百啊 五百块 有钱 再看看别的 五百块 这些呢 都是爽的了 这些都是老 也是新老参的卖 一半摆的是老的 一半摆的是新的 嗯 这儿有一个遮掩碗 看这儿遮掩碗还算完整 底下有磕了 这怎么卖啊 三百五 三百五 嗯 画的不细 这是一个凤人的 凤川母丹那种 嗯 可惜这个凤凰画的不太细 嗯 凤川母丹 这些是老的 这些没问题 就是品项都不太好 嗯 都是碎瞻 刻碰 碰线 哈喽 大家好啊 我是指导老婆的老婆哥啊 俗话说得好 入对圈子跟对人啊 老婆哥呢 依然重复这句话啊 这句话呢 非常的重要啊 当大家呢 入了古玩行以后呢 就知道老婆哥说这句话的重要性了啊 那么今天到了周一了 老婆哥呢 就给大家上一件藏品啊 虽然只是一件藏品 但是这件藏品呢 是非常值得我们收藏的一件好东西啊 老婆哥呢 其实给大家上东西呢 也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啊 并不是说是老的就给大家逃回来啊 像这件东西呢 就是非常适合我们收藏的 而且呢 它呢 具有什么欣赏收藏生殖啊 实用啊 这个实用呢 就是喝茶用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啊 所以说呢 多个特点集合在一起来啊 我认为这件藏品呢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跟大家呢 共同的来会上分享啊 那么我们看一件器物呢 首先看它的外观啊 我们先看它的外观 然后呢 再看它的画工画片啊 看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结合看它的胎底啊 右光右面胎底啊 然后呢 整个的器物啊 这个一分析 给它定一个时代啊 其实呢 我们这个藏友呢 刚开始呢 刚开始接触老器物处 我们只看新老就可以了啊 因为大家呢 不要对自己呢 要求的过于严格 先从看新老开始啊 就是这一件器物上手以后呢 我们初学者呢 先把它断成是新是老啊 这样呢 就已经可以了啊 就好 经过我们这些知识的积累啊 跟沉淀了 我们慢慢的啊 在断它的年代啊 接触的多了 自然而然的这种东西呢 就是一入眼一上手啊 就知道了啊 它的时代啊 是什么时代的啊 那么这件器物呢 它呢 一看啊 我们这个青花的发色造型啊 造型呢 看了刮棱形了吧啊 刮棱形这种特点啊 刮棱形这种特点呢 首先呢 在我们清早期啊 康熙时期 一直到乾隆啊 多有流行啊 在我们光绪时期呢 也有多仿啊 就是光绪呢 仿康熙的次期呢 也有多仿啊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的这个画片啊 我们看的青花的发色呢 是跟我们的青蛮的发色 是不一样的啊 它的青花发色呢 就是一个清早期的啊 是这种中明亮的青花发色 再一个呢 我们看这个画片 画片呢 是一个山水的画片 老虎哥曾经给大家讲过啊 山水画片里面有燕群的 这个呢 基本上呢 大部分呢 都是我们乾隆时期的啊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种庭院母丹题材的 这属于清早期的啊 它的一呢 要么是我们康熙时期的 二呢 要么就是我们这个乾隆时期的 但是呢 这种特征啊 燕群啊 这种画法的特征 包括这种刮棱的特征 这个呢 就指向了一个时代啊 就是乾隆时期啊 今天就一键器物呢 老虎哥呢 给大家呢 多啰嗦几句啊 那么这件小杯子 刮棱的特征呢 是非常的明显啊 大家都知道呢 这种这种刮棱的呢 肯定呢 要比我们直接这种圆形的啊 它呢 肯定的品级等级要高一些 工艺要复杂啊 这种刮棱呢 都是印模出来的啊 就是印模啊 我们那种圆的是 一拉批就成形了 那种要速度要快 一个庭院的这么一个画片啊 你看我们古人作画嘛 虽然寥寥几笔啊 虽然它这个整个的 你看这个面上的画片呢 没有几笔啊 但是呢 画上就看上去呢 非常的赏气悦目啊 非常的大气磅礴啊 我们这个柳树啊 我们的甲山洞石啊 我们的小房屋 包括我们远处的燕群啊 燕群就是几个点 它就形成燕群的啊 这种感觉啊 非常的美啊 还有我们这个水上的水壶纹啊 这种直线的水壶纹状态啊 然后呢 这边呢 是一个庭院牡丹啊 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牡丹呢 代表了大富大贵啊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牡丹的画子呢 有一种我们康熙时期 这种鸡脚牡丹这种特征 还有石头牡丹的特征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清早期的啊 这种特征牡丹的画子呢 非常的大 大朵的牡丹啊 代表了富贵 代表了王权啊 大富大贵啊 一品牡丹啊 也代表了一品富贵啊 然后呢 这是一个庭院啊 用我们这个小蓝山啊 圈出来这么一个小庭院 然后呢 他的这个画面呢 画的非常的清新淡雅啊 这个青花发色呢 非常的蓝艳啊 给我们的感觉非常舒服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胎底啊 老伯哥也给大家讲过啊 我们这种胎呢 早清早期呢 会有两种胎啊 一种呢 是发白的啊 比较诺白诺白的啊 另一种胎呢 就是那种黄的 芽黄色的啊 这种呢 都是我们这个清早期 非常典型的这种特征啊 包括我们这个右面啊 看到吗 右面啊 我们的青花啊 有的朋友呢 一说老伯哥一讲呢 这个青花呢 要有这个沉下去的这种感觉 要有层次感啊 其实呢 有的人呢 可能看假的也是啊 看假的呢 有深有浅啊 这个深色浅色呢 他就认为是层次感啊 其实呢 我们都看真品 这种东西 有的时候用话语去描述呢 是不是说特别好描述的啊 我们所说的这种呢 有层次感啊 首先呢 他呢 看上去呢 非常的舒服啊 这种青花发色啊 就是真品的固料的发色 青花烧出来的 让人看上去 非常舒服 赏心悦目啊 然后呢 那种假的东西 假的青花呢 他因为是化学料啊 他烧出来的那种感觉呢 一如眼睛了以后呢 就感觉呢 不太舒服 看上去了 就是没有我们真品啊 看上去的那种 心里那种痛快的 场上的这种感觉啊 这个也是一种感觉啊 然后呢 我们再看里面啊 里面呢 看了有一朵小花啊 这朵小花呢 老郭哥也给大家讲过 像清早期的 在我们的杯碟碗啊 这里面呢 中间呢 会有一朵小花啊 这也是那个时期的 一个特征啊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杯口 旁边呢 它是一个紧地纹啊 紧地纹啊 形成的这么一个一圈啊 非常的漂亮啊 就是整个呢 看上去呢 非常的闪心悦目 而且呢 我们这个呢 杯子呢 圆度非常的好啊 就是规整度非常的好 拿到手上呢 非常的舒服啊 我们管这么 这种造型的东西呢 又叫茶园啊 它看上去呢 有点像小碗啊 但是呢 它个体比较小 其实呢 就是喝茶的啊 所以呢 我们就管它叫做茶园啊 我们量一下它的口径啊 口径呢 是7.8厘米啊 接近了7.8厘米啊 高度呢 是4.6厘米啊 就是这么大尺寸的7.8厘米啊 就是我们上手呢 就是喝茶呢 非常的舒服 而且呢 我们看一下啊 它造型的非常的优美啊 在一个画片 这种东西 青花瓷的这种东西呢 喝茶呢 是绝对呢 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件器物啊 而且呢 它又不脱彩又不脱金啊 我们就拿到品茶 品茶的同时呢 看一看画片啊 非常赏心悦目 尤其夏天啊 看这种青花的这种蓝色的发色呢 心里呢 会凉爽一些啊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全美品 没有任何的磕碰飞瓶啊 小一咬都没有啊 包括我们的底足啊 保存的状态呢 非常的完好啊 绝对呢 是一个值得我们收藏的 一件倒带的一件好东西啊 一件真品啊 那么希望呢 大家呢 就不要错过啊 像这种东西呢 确实是啊 就是卖一件少见 老伙哥也是入手的这种茶园的 清早期的呢 也比较多一些 但是画的呢 比较细录的呢 还是比较少的啊 之前老伙哥卖的一个瑜伽乐的 那个呢 是一个细录的 这个呢 也是一个细录的啊 还是非常难得的啊 喜欢就不要错过啊 那么也会给大家一个市场 比较低的市场价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老伙哥就拍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对老伙哥的支持 谢谢大家啊 别忘了给老伙哥点赞 好宝贝 就找老伙哥